我很忙 长话再短说 爱你 我还是很忙 长话再短说 加倍爱你 我很忙 长话再短说 三倍爱你 我还是依旧很忙 废话少说 心里有你 这位不露脸的宝藏女孩 你是否认识呢 她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主人公可爱屁 凭借非常可爱的声线让她成功圈粉千万 不禁令人感到好奇 一身东庄掩盖身体口罩遮脸的可爱屁 为何火爆网络 她的声音是真的吗 事实长相到底如何 这里是网红饭圈 今天圈圈带你了解可爱屁这位宝藏女孩 据了解可爱屁的家乡在伊丽 是一位可爱的新疆维吾尔的妹子 今年25岁接触过街舞和DJ 她为了上课可以说话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播音主持这个专业 学习这个行业的人 声音的塑造能力都很强 像配音演员 她们的声音都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而为我们的可爱屁进入观众视野时 也是通过一段语音 还有宝贝 我是你的女朋友 穿过挪威的森林 让我走进一趟梦顶 夕阳坐在我的铠甲 王子不一定骑着白马 黑马王子四海为家 现在是18点54分 只要你愿意 我就是你的honeybaby 我想喝一杯奶茶 可以给我20块钱吗 奶声奶气的声音听起来俏皮可爱 瞬间就引起不少网友们的围观 在之后发布的视频中也只有声音出镜 可爱屁在展示完声音的才能之后还不过瘾 也不知道是不是新疆赋予她的舞蹈天赋 穿着臃肿的东装 丝毫不影响可爱屁跳舞的动作 动作流畅 幅度自然 而且大部分都是自己自编自导的舞蹈 只让网友们都评论 你咋这么全能 是啊 如此宝藏女孩 一次又一次地给网友带来不一样的内容 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 征服万千网红 但是因为没人可以看到她的样子 所以关于她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有人说她长得很丑 是第二个乔比罗 还有人说她是男生等等 众说纷纭 没办法的可爱屁按照网红界的规则 说在粉丝到达一定数量时 会给粉丝们送福利 当时网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 可谓是激动不已 但是网友们看到她的视频后 却非常的失望 因为视频中可爱屁只露出半张脸 这导致网友们看不到她完整的脸型五官 这让网友们觉得她的眼睛怪怪的 明显的眼带和高龄的眼神 可爱屁的眼睛像大妈 也有不少网友在见到如此颜值都被深深蛰伏 说和想象中的一样并没有失望 还有的说可爱屁这么高的颜值 为什么不露脸拍摄视频呢 难道只有半张脸好看吗 这导致这次的露眼事件议论纷纷 其实虽然这次并没有完全看到可爱屁的真实面貌 但相比之前口罩 帽子 墨镜的全服武装相比 这次的福利视频也是具有满满的诚意了 而且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无论可爱屁的长相如何 可爱屁在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 而且不管是人家的舞蹈 Drop 沙雕视频 都给无数的网友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快乐 因此哪怕她的长相并没有那么高 依旧是粉丝们最喜欢的宝藏女孩 还有人对她的声音是不是真实的声音 表现出怀疑的态度 这样的声音是她发出来的吗 她真的是声卡歌姬吗 在说视频的开头我们也说了 可爱屁在大学的时候 学习的是播音主持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的学生 他们对于声音具有非常强的塑造能力 例如我们玩游戏的配音员 他们的声音都非常具有表现力 可爱屁也是一样 虽然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人 对于声音的塑造力都非常的强 但是他们背后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训练 第一 需要你有标准的普通话 每天早上都要连声 开嗓风雨无阻 在纠正发音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一个字因为长时间使用错误的发音 是很难纠正过来的 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朗读纠正 无比的枯燥和辛苦 第二 要保护好自己的发音器官 不让他们外伤而导致发音缺陷 第三 还需要有较好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 枯燥艰难的学习 让可爱屁有了非常强大的声音塑造能力 并不是声卡或者软件调适出来的 在圈圈看来 可爱屁这位女孩之所以能受到网友们的喜爱 是因为可爱屁身上具有的才艺众多 会唱歌 跳舞 可蒙 可霸等 如此宝藏女孩谁不喜欢呢 还有就是可爱屁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 非常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让网友们在劳累一天之后 看到一些快乐 心里得到一些放松 最后可爱屁也说自己对露脸的顾虑 她说自己现在露个眼睛你就不喜欢 以后露了全脸怎么办 会受到更多的网络攻击 自己也没必要将自己的容貌 放到网络上让大家点评 露个眼睛 比如说你就不喜欢了 那你会露全脸怎么办 不然你必须喜欢 露个脸以后我肯定就会受到更多的网络攻击 每天都出不出他的网络只要会想闹 有一部分人会酿我会觉得 如果说网络上的争议 超过自己没必要承受的范围 自己就会选择退出 对此网友们你们 希望这位宝藏女孩退出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